明天下午我们会讨论路德讲的十字架神学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保罗也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当保罗讲十字架的时候 当保罗讲十字架 他有一些背景 他对十字架的解释 比方说跟当时的天主教对十字架的解释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甚至跟今天的天主教 我想我就不隐瞒 我就讲出来 跟今天的天主教对十字架的解释也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问题是 你说我相信耶稣跟他钉十字架 其实教皇也可以说 我相信耶稣跟他钉十字架 可是当他说的时候 他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一样 他的意思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 我才有机会可以得救 那要不要得救 这个是上帝会看我的 我信了耶稣跟他钉十字架 以后我的表现怎么样 够不够好 所以说连这个 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讲 我们稍微开始讲道成肉身 天主教也有道成肉身 我自己非常 我以前我觉得 以前都是要用道成肉身 去打开所有的锁 所有的门 我觉得道成肉身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到现在我还是认为 如果你道成肉身有问题 你的整个信仰就会刮掉 但其实有的学派 他有道成肉身 比方说还是回到当时 十六世纪的天主教 我还是讲十六世纪比较好一点 十六世纪因为今天的天主教很难 我碰过各种不同的天主教在台湾 有一些非常福音的天主教 而且有一些非常佛教的天主教 所以还有一些非常存在主义的天主教 明天会讨论 Anyhow but you see 道成肉身也会不一样 我们等于我现在要讲这个 我们对神的认识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课 你会发现 你会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了解 为什么 所以一系成义 是一个唯一的 当然不是一系成义 因着恩典相信 耶稣拿杀了人 耶稣基督生在玻璃横的马草里 被钉死在十字架 从树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 所以我说这四点 每一点都可以讲一个学习 but you see 因着恩典 接着相信这一位耶稣罪人 算是一个义人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而且这个不只是一种宣判 主要的是这个是描述一个关系 一个爱的关系 OK 神的爱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方法 来了解圣经 来了解基督徒的信仰 而且你如果开始catch到 这种精神 这种做法 你会发现 一定会改变你的解禁 改变你传信息 分享神的道 一定会有些改变 当我抓到的时候 这里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说 福国师你最近 你的讲道有庞大的改变 我就觉得 我以前怎么那么笨 我就很高兴 可是另外我就觉得 以前真的是浪费弟兄姊妹的时间 实在很不好意思 叫他们睡觉 OK 那这个是以后再说 OK 所以我们这个课 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是要学习 我们先看从马丁路德 我们一月这次 主要是集中在马丁路德 看他怎么样 他自己发现以后 他本来以为 只要这个因性争议 是有一些偏差 有一些错误 有一些错误 有一些误会 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修理 正确 修正 然后就再放进去 然后就问题都 就解决了 没有问题 可是后来他发现 这个一放进去 一切所有其他的都 也改变了 所以他说 不是那么简单 就把一个零件拿出来 修理 再放进去 然后他发现他的所有其他的观点 什么崇拜观 什么常圣观 什么教会观 everything都改变了 后来就搞成一个教会 一个改教运动 他本来没有想要搞一个 一个改教运动 你知道 他本来没有想要 他做那么大事情 他本来就是一个深学家 在深学院里面教书 一个老师 他说这个事情 这个我们说 我需要检讨一下 这是因为 所以他自己也不是系统神学家 他自己不是系统神学家 所以有人 有人 有好几百年 神学家都说 马丁路德没有什么系统 马丁路德跟家文不一样 家文很有系统 你看到家文的书 有没有看过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家文的书 你看到他的书 就像电脑一样 就有条有理的 可是你看到路德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系统 后来有的神学家说路德不是没有系统 可是他的系统跟你 你的想法是一个系统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 可是路德 他说你需要画一个贝尔达 收起来换这种系统 他说路德有系统 但是以前有人以为他没有系统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的系统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 可是路德他自己 他说我不是系统神学家 路德是做什么样的神学 他是做旧火神学 你知道吗 旧火神学 就是他看到有一个问题 他就是因为看到问题 他就哇 这个问题太严重 所以他就来处理 他本来是在陈学院里面教书 也在幕会 然后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主教 Cardinal Eck到Wittenberg 到那边去卖赎罪件 卖赎罪件的时候 他说因为教皇需要盖一个礼拜堂 他需要钱 所以他需要钱盖他的礼拜堂 他决定说只要你奉献钱 你奉献多少 我就这个炼狱 你的祖先 你的老祖母 你的什么 就是在炼狱里面 只要你给我奉献钱 我就可以 我就开一个 但是他可以减少几百年 减少几千年 减少几万年 甚至你如果奉献够的话 他就可以跳出来 从炼狱里面跳出来 所以Cardinal Eck 他们就到Wittenberg 他们就开一个园友会 就像个Carnival 他们有一个短歌 As soon as the coin in the coffer rings The coin 那个银币 As soon as the coin in the coffer 就是那个 In the coffer rings Bing As soon as the coin in the coffer rings The soul灵魂 from purgatory springs As soon as the coin in the coffer rings The soul from purgatory swings They were just singing the song And oh 录了 他一听这个 他觉得 他就是 这个 很不对劲 这个一定有问题 所以他那天晚上回到家 他就开始写这个不对劲 他一看一写 就写出95个不对劲 知道吗 95个不对劲 后来第二天早上就贴在那个布告栏上 这个我们要来讨论 来辩论 这个95个地方都不对 他没有想要搞一个改教运动 后来教皇也都知道 如果这个改的话 一切都会改 一切都要垮掉 所以非常紧张 到最后就搞得非常非常的紧张 这个是 我下一次来 我要跟你讲一段这个历史 But you see 后来马丁路德就是这样 他就看到一个问题 他看到这个Erasmus 有一个主教 一个文艺复兴动的一个主教 他就写 论 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论自由 论意志的自由 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论意志的自由 路德 他一看到这本书 他就回家 他就写一本书 On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论意志的捆绑 他就出版了一本书 You see It's just like that 论自由 一致 路德跟家文是完全一样 可是一个是从 上帝的主权去了解 可是路德是从 以诚意去了解 带出来的东西 非常的不一样 等一下 我发现我在卖关子 四月 我会讨论这个 你们四月一定要来上网这个课 这个系列 OK 你们一定要上网这个课 不能生病 不能盲藏眼 一定要上来上这个课 OK 所以 他说 我没有办法写系统神学 他说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 他的学生 莫尔兰 莫尔兰 他说 他已经写了一本系统神学书 他说 我们有莫尔兰 也有圣经 就好了 这两本书就已经很好 现在没有人看莫尔兰 但是 就是一位路德 他自己有系统 but他的系统不是 我以前有一个 OK 这个 这句话要说 说小声一点 你们念过教会历史 念过教会历史 有人念过吗 有没有发现 在教会历史里面 最好的神学 最好的神学 不管是谁 奥古斯丁 威斯尼 这些 最好的神学 都不是在神学院里面做的 最好的神学 最好的神学 不是那些学者 就礼拜一早上 九点 到图书馆去坐下来 就开始 我要写什么论文 最好的神学 都是 你们知道奥古斯丁吗 不是听 The City of God 有没有看过 City of God Oh my 那本书 The City of God 我在大学念哲学的时候 我不是念哲学系 但是我修这个课的时候 老师他就 我们看这个City of God 后来我们看了这个City of God 他说你们觉得这本书 不错 对不对 当然我们都说不错 老师说不错 我们就说不错 但是我们的确觉得不错 可是他说如果你知道这本书有神学 有哲学 有心理学 有社会学 有历史学 有各种不同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学问 他说这个已经很了不起 可是如果你知道这本书是怎么做的 不是一个学者到图书馆坐下来去开始写他的书 这是一个地方教会的牧师 主任牧师 忙得要死 到礼拜六 可能礼拜六晚上 不容易把礼拜天调研的主任宠牌的信息 准备好了 还剩下一两个小时 他在厨房的饭桌上 就坐下来写就写一写 这样写写他的书 他说你如果知道这本书是这样写出来的 你就会真的会觉得了不起 是这样 他说最好的神学 不是为了解决神学 神学只不过是工具 最好的神学 在教会历史 不管是路德 奥古斯丁 家文也是 家文也是 说稍微比较 比较 有点 OK 不要讲家文 但是 最好的神学 这些人他们是应付一些实际的问题 教会 牧会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来做这个神学的工作 所以我说你不要太看 你们还是要写功课 还是要缴作业 但是 在教会历史真的最好的神学 不是在神学里面搞的 搞出来的 所以我们是从马尼路德 因为他的幕会 非常实际的幕会 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就看他怎么样把这个找出来 而且他主要是回到圣经 回到圣经 可是他回到圣经 其实很多人说我们回到圣经 对不对 很多人说 新耶稣教会 所以我们也是回到圣经 其实耶和华见证人 这是各种各样的意思 他们说我们也是回到圣经 but you see 路德他找到一个 他不是回到圣经 不只回到 是回到耶稣 耶稣 他对耶稣对什么事情的看法 他就接受 连对圣经的看法 他也接受 you see now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 我们要 我们要 你们现在你们猜 你们还没有说到这个 OK 这个是你们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应该是给你们的 OK 这个是我们的syllabus 现在你们拿到这个 你们才知道你们要看什么 不过 现在已经来不及 因为你们晚上十点下课 你们大概不会回家 看书 我知道 没有关系 我了解 无条件的恩典 不过这个原则上 这个是你们应该都找 就已经从上上个礼拜就开始看这些 这些教材 那这个 这点你们收到了 你们都拿到了吗 OK 那可是你们都没有这个syllabus 所以你们不知道 你们看这个 你们也不知道怎么看 对不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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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ually OK 本来我们就分 I think maybe 十个 我们分十个单元 OK 第十二我要留到下一次 我要留到下一次 因为这次时间不够 OK 第一个单元就是introduction OK 这已经讲过了 OK 第一个单元是introduction 然后第二个单元 我们现在就开始讲 The Hidden and Revealed God OK The Hidden and Revealed God 那这个单元本来是 有一篇文章是 Heinrich Bornkamp 他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 那么他有一本书叫做 Luther's World of Thought Oh boy 如果你有兴趣 对看英文书有兴趣的话 OK Lily you can read this I think OK You can get this book The Hidden The Luther's World of Thought 路德的 What do you say 思想世界 路德的思想世界 It's such a great book Luther's World of Thought Chapter 3 Is the Hidden and Revealed God OK Lily你不要去买这本书 因为这些英文都在这一叠 我没有这一个 你没有拿到这个 我没有拿到 我一定 Oh really 等一下去找 我找到来有没有 这个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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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需要 还有谁需要 因为他今天第一次来 所以 你没有预先 你有没有预先报名 我有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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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没有拿到吗 我上司 我没有拿到 Do you have OK How about Whitney Do you have this You have it OK Can you let her look with you on this OK Let her look with you 等一下 明天找Cath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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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now look at Look at in the back OK If you see Luther's World of Thought Chapter 3 Is the hidden and revealed God 隐藏而显现的上帝 那这个本来 在你的 在你这个教材后面 有很多英文 对不对 OK 这个英文第一篇 就是the hidden and revealed God OK 这个本来 是 我在华晨教的时候 我有些非常好的学生 在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我就叫他们看这个英文的一些文章 然后他每一个人就用一个中文写 不是翻译 是减而要的整理 It's kind of a Chinese summary 所以你最好能够看这个英文 因为这个英文是全辈的 不是全辈的福音 是全辈的 马丁路德思想 OK Now But如果你没有时间 或者如果你觉得看英文太吃力的话 你就看这个中文的整理是在前面 But all of these things 因为英文是在英文是在后面 OK So here's the hidden and revealed God in the whole man But in the front You have隐藏而显现的上帝 OK 那这个隐藏而显现的上帝 是 about two pages 非常简要的 简要的中文的整理 主要的观念在这个里面 OK Now tomorrow morning We're going to read three chapters from一本书叫做 Captive to the Word 这个是路德 他说 我的良知 我的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我的良知被良心 还是良知 What do you say My conscience 我的良知被神的道 已经掳到了 路过了 You see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路过 路过 获得的获 我的良心 已经被神的话 路过了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The Word of God OK But you see The Word of God for 路德 The Word of God The primary Word of God is 那一位 成肉身的道 You see It's the incarnate Word of God And then Next is The written Word of God But they're connected OK So this is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OK 所以它有 它有三个 chapter 主要的是路德 对圣经 圣经的 You know 圣经的立场 OK 所以一个是 路德 路德跟圣经的同一性 路德与圣经的解释 然后呢 路德与 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 这三篇文章 T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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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个英文在后面 OK 然后呢 还有一些中文整理是 有一本书 Actually 我本来是要你们先看这本书 马定路德神学 这本书你们的神学院的书房有卖 但是可能沟通 可能联络有问题 沟通有问题 我叫你们先买这本书 看这本书 可是好像学校以为我要你们买 这是我的立场 Actually 这本书也很好 也就是值得你们看 值得你们看 可是 那个不是主菜 那个是配菜 Actually Actually 主菜是马定路德神学 如果你能够去 现在来不及看 所以来不及看 你们也就看这个 一些中文的简 简单的整理 就在这个里面 好几个chapter OK And then上完课以后 你们去买这本书 回家自己看 好不好 OK OK 没有人点头啊 OK Now 所以 我们这几天 我们讨论的单元 就这样子 今天晚上 现在开始 The Hidden and Revealed God 这个就是要看 Henrich Bornkamp Chapter Henrich Bornkamp The Hidden and Revealed God And Roland Baten 这是我的立场 第13个chapter 这个不错 这是我的立场 第13章也非常好 About the Hidden and Revealed God 明天早上 我们要讨论 A.Skevington Wood The Unity of Scrip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The Christ-centeredness of Scripture 这三篇文章 一个是圣经的同一性 一个是圣经的解释 一个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 这个明天 到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还有两个题目 是 耶稣基督 Paul Althaus 马丁路的神学 第17章 耶稣基督是 和 我们的和睦者 我们的救赎者 And then 第18章 印象诚意 And then 礼拜天下午 我们会讨论 律法跟福音 还有 Well Well let's see No let's se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K 明天下午 我们谈到第七个单元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为和睦者跟救赎者 OK 那礼拜天下午 我们讨论第八 九跟第十个单元 OK 了解吗 很抱歉 因为可能我们的沟通有问题 所以你们没有事先预备 其实你们事先知道 你们也不一定会预备 我知道 我教很多年的书 我教很多年的书 教过 所以 That's OK 没有关系 但是 至少你们知道 我们谈的题目是什么 OK 现在我们谈的题目 我们谈论题目是 Heinrich Born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 在来上课之前 看了 OK 这个隐藏而显现了上帝 你的印象怎么样 他说 Heinrich Bornkamp Actually Bornkamp是针对 他是针对二十世纪 他是一个二十世纪神学家 他是对二十世纪的一些神学问题 但是他是回到十六世纪 开始来讨讨讨论这样的问题 然后他就把他带回到二十世纪 他说这个要了解 现在路德的福音神学 路德的神学思想 他的思想世界 先要了解 OK 这个题目 听起来 这个你看了 看了那篇很简单的这个 对不对 这个赵地兄 OK 你看那个很简单的那个 两个 about two pages 他好像 他所针对的 问题是什么 如果是讲论 讲论 他所针对的是什么论 表面上 it's more about 知识论 it's more kind of about epistemology how do we know God 很多人以为隐藏 而显现的上帝 主要的是针对 epistemology 的问题 how do we know God how much can we know about God what do we know about God but actually 这个赵地兄 看得比较深入一点 actually 真正的问题 不是epistemology 是预理神论 藏地是什么样的上帝 epistemology 是比较学术性的问题 比较属于哲学 路德对 你们明天会发现 路德对哲学 也不能说没有兴趣 他是很不放心哲学 所以epistemology 是一个蛮哲学的问题 知识论 真理是什么 比达多 how do we know the truth how do we know anything 这个是比较哲学的问题 路德 路德是旧活生学家 他主要的问题 不是说我们怎么认识上帝 他主要的说 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 because 他说如果我不知道 这个是对路德来讲 这是最妖命的问题 这些理论问题 知识论还是比较理论一点 这个是学者就到图书馆里面 礼拜一早上9点就开始 这个是比较理论的问题 可是他说 他对路德来讲 最妖命的问题 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 到底他是好神 还是怎么样 而且他跟我的关系 所以 其实 one is about 神论 还有一个论 可能里面那么快发现 还有一个论 他所针对的一个论 是世界论 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而且基督徒 跟世界的关系 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 OK 基督徒是肯定世界 还是否定世界 是肯定世界 还是否定世界 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你不要爱世界 约翰义书 可是上帝爱世界 同一个字 他的中文圣经翻得不一样 可是 当希腊文是cosmos 原来耶稣不要爱cosmos 原来福音第三章 上帝爱cosmos you know 那我们要以基督耶稣 信为信 还我 到底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 OK 这个我们等一下讨论 现在最主要的是 我们对神 到底 神 到底 OK 也牵涉到一些知识论的问题 我们到底可以对神 第一个我们怎么认识神 第二我们可以对他有多少认识 now you have to really 可能要接受 要接受 我不一定能够对神有全部的认识 you see 全部的了解 保罗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耶稣基督 平安定死 我不一定什么问题都有答案 now 他说 所以路德 他就回到 以赛亚书 四十五章第四五节 救主以色列的上帝 你实在是自隐的上帝 you are a god who hides himself 你是隐藏自己的上帝 you see now this is 他说 上帝是不能看见的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从来没有人看过上帝 对不对 提摩泰前书 提摩泰前书第一章 第六章 不能修坏 不能看见勇士的君王 住在人 不能靠近光里 人世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you see God is invisible He is in hiding all the time now 所以他 Henrich Bornkamp 他第一句话 他说 基督徒所信的神 没有名字 同意吗 基督徒所信的神 没有名字 you see 新约叫他什么 新约叫他神 the god ho theos you see enarchaein hologos hologos prostomtheon the god he is the god 我们叫他god 神 上帝 这个四九世纪的翻译中文圣经的学者 很大大的辩论 这个字要翻成上帝 还是翻成神 you see 你说上帝 他以为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至高的在北京那边那个天台那边那个他们有一个天坛 what is that 那个 what is that what is that what is that 那个四个字 什么 谎天上帝 谎天上帝 you see you know 天上的谎帝 谎天上帝 I don't know but you see but is 有人说还是在那边有说中国人也相信上帝 well 中国人有上帝这两个字没有错 可是他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圣经的上帝吗 no it's not really the same 因为他们也有别的神 他们好像有鱼 the god of rain 雨神 风神 you know there was lots of other there was some and 他是最高的 you know how do you think about no it's three sons yeah 他三个儿子散 散族 有些解禁家说散啊 中国人可能是散的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but I know this that you 你说上帝 也可以误会 因为中国的古代的文化也有这样的一个 但是你说神也很容易误会 你说你要翻唱神 god what god which god 神爱世人 现在台湾的有的也是会说神爱世人 他们就有很大的那个招牌神爱世人 有人看到这个不晓得是哪个神爱世人 还是所有的神都爱世人 还是you know you don't know how to say but there really is no name 那有人说耶和华 耶和华呢 耶和华是不是他的名字 well 你们记得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怎么产生的吗 出埃及第三章 出埃及第三章 他说我才派你回到埃及 把我的百姓带出来 你要跟他们说我才派你去啊 我们列祖的神 亚伯拉罕以撒亚克的神 那摩西第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你你贵姓大名 OK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you see 有人以为耶和华就是他的名字 有人以为他的名字叫耶和华 对对对 有人说这个耶和华 他的名字叫耶和华 他的耳子叫耶稣 两个都姓耶 but you see no 不是那么简单 对不对 不是他说这个耶和华 这个字从哪里来的 you see 他说 摩西说他们一定会问我 我们列祖的神到底是 you see 他们在埃及四百年 我们列祖的神 到底亚伯拉罕 以撒亚克的神到底是哪个神 是观音还是马祖 还是土地公还是观公 you see 他们一定会问 到底是哪个神 you see 所以王女他说 他怎么回答 OK 那这个也是 中文的圣经 翻得实在太离谱 我觉得很离谱 I am who I am 但是其实我也同情那些学者 因为I am who I am 这句话怎么翻成中文 我 我是谁 我就是谁 I don't know but even in英文 连英文也不太 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 you see 但是所以 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它是什么意思 I am who I am 所以Heinrich Bornkamp 他说 上帝没有名字 这些名字都是人给的 神上帝 Deos Deos You God All 都是人给的 那上帝说 耶和华 其实最早耶和华 不是说是一个名字 耶和华就是亚非 OK 你们知道亚非 西伯来文 亚非 亚非就是I am 所以我的名字叫做I am 那为什么神对摩西说 他就等于说我没有名字 为什么他说我没有名字 You see 你为什么需要有名字 Ruth 你为什么需要有名字 Ruth跟慧平 OK 跟其他的人区分 有区分 对不对 我不能说 我不能讲于他 You know I can't 我不能说今天他有没有来 你要说哪一个他 我们这里很多他 OK You know 很多他 所以我一定要说Ruth 你才知道我说的是谁 可是上帝说我没有名字 了解吗 Because 在整个宇宙里面 I am the one 我就担心 有的时候我在台湾 我就担心中国人很容易误会 说我信耶稣比信别的神好 I just You know 我信耶和瓦 信上帝比别的神 You know I just I just think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You know It's not Just 他是最好的神 OK 这个比较复杂 OK But at least 他说我不需要名字 对不对 他说摩西你才需要名字 因为你是人 但是我不需要名字 Now OK 所以 他是充满万有的 对不对 他的荣光 充满全地 OK Isaiah书第六章 伊夫说书第一章 OK 那么 问题是这样 如果我们承认 这个上帝是宇宙的主宰 充满万有 无所不在 对不对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这个都是哲学的一些专用词 但是 就说无所不在 那在那个时候 就有人 已经开始提到说 在这个是在十六世纪 已经有一些哲学家 一些哲学家 你们记得这个 在这个改教运动的时候 同时有 欧洲有另外一个运动 有另外欧洲社会文化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运动 就在同一个时候 是什么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 OK 文艺复兴运动 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人开始提到说 其实他们就觉得 以前所有的学问 都是要辅在神学的脚下 不管科学 文学 艺术 美术 音乐 都要 都是 神学是 主 其他都是 他的仆人 OK 所以 后来就有人开始说 那难道 有人提到说 上帝如果是无所不在 我是不是在 任何 只要是好的 真 善 美 善 美里面的 是不是我都可以遇到上帝 难道我只有在教会里面可以遇到上帝 了解吗 所以有时候那科学 那个时候是文艺复兴运动也是开始有科学的方法 The scientific method Roger Bacon 以前的科学都是要顺服神学 那后来就这些科学文学艺术美术 以前的音乐也都是圣乐 都是圣乐都是在教会里面用来敬拜神 那些画家他们画的画都是宗教的题目 后来到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 哇就开始哇你可以画大自然 你可以画音乐文学哲学科学 所以哇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说 那哪里难道 难道说上帝只有在教会里面 在基督徒信仰里面 难道我不能碰到上帝在别的地方 OK 那OK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我说 而且别的地方是都需要接受神学的 别的学问都需要接受神学的权柄吗 权威 比方说Roger Bacon 以前在科学 我以前在大学有一个老师 一个哲学老师 因为美国的番茄跟台湾的番茄 有点不一样 所以美国的番茄都是红色的 OK 如果是可以吃的话都是红色的 要不然这绿的就不能吃 在台湾就不一样 台湾绿的番茄也可以吃 OK but OK well OK I know 美国也有黄色的 I know but anyhow 这个老师他说 以前如果你要说 要有一个问题 番茄是什么 番茄是什么 颜色 OK 番茄是什么颜色 OK Roger Bacon 以前的方法是什么 如果有人问你番茄是什么颜色 你去查亚利斯多德 亚利斯多德说番茄是红色 你就说番茄是红色的 Roger Bacon说如果你要知道番茄是什么颜色 他说你去到菜市场去做统计 到San Jose到San Francisco到San Diego到纽约到什么东西去通计 所有的番茄都是红色 那你的结论是番茄是红色的 这是科学的方法 了解吗 以前是哲学的方法 番茄是什么颜色 去查亚利斯多德 他说番茄是红色 番茄就是红色 了解吗 所以在这种说这个科学 OK 科学文学哲学 and all everything 就变成说 可以有它独立的存在 You see 所以他说 那有人说 难道这个都是属于魔鬼的 都是属于魔鬼的范围 只有基督徒信仰在教会里面才能够帮到上帝 了解吗 OK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到今天 问题就更大 就更大 我记得以前 我在台北真理堂 我就带一个光眼团器 OK 光眼团器 记得有一次 那个时候我们就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 有一个男生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 他是穿一个袍子 我忘记是灰色还是黄色的 但是一看到就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的头发 他的头体的光光 只是没有那个三个 只差这个而已 所以他是没有做和尚 可是差一点就做和尚 只差这三个brand OK 他就站起来 新朋友介绍 他就站起来 他说 很高兴 我跟你们一起来寻找真理 寻找真理 因为我们都是寻找真理对不对 对啊 他说我被你们教会的名字吸引 因为你们是真理堂 所以我就来 因为我来跟你们一起来寻找这个真理 我跟他讲 很高兴 因为都是从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路 可是我们所找的是同一个真理 对不对 所以他说我很高兴 今天参加你们的聚会 等一下参加小组讨论 我就很高兴可以跟你们一起来 来一起寻找真理 所以他说阿弥陀佛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就坐下 那后来我就去 他分小组的时候 我就跑去他的小组 因为我非常的有兴趣 也是有一点紧张 但是说 很多人也会问这位 难道只有从基督徒信仰 才能够认识上帝 对不对 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 没有吗 我有很多 为什么只有你们的路 才是唯一的路 你们的道路 所以他在小组里面 他就说 这个跟佛教有关系 他说我们一直在黑暗里面 还是我们的手伸出来 伸出来 伸出来寻找这个真理 我们越接近他 我们越爱他 对不对 那弟兄姊妹 不知道要说对 还是要说不对 因为他所说的他 不晓得是跟我们 所认识的他 一样不一样 有时我们越接近他 我们越爱他 后来我就讲一句话 他不太高兴 我说是我们都好像人都是在黑暗里面把手伸出来 但是我们就发现在那个黑暗里面有另外一只手抓住我们的手 他不高兴 他不喜欢这句话 因为佛教在黑暗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到最后真的什么就是物 所以他就不高兴 我说可是我们找到一个手 我们就发现那个手是耶稣 OK那就不一样 你看到云海 哇就看到上帝 哇上帝是伟大的艺术家 那么多颜色 不同的颜色 那么漂亮 这样世界上的没有艺术家可以画那么漂亮的画 绝对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 这个一定是我在那边看到上帝 你觉得秀美 你觉得有没有看到上帝在那边 你们真的很聪明 真的没人掉入我的陷阱 到亚明山 有没有看到亚明山的瀑布 以前也许你们都是美国人 你们觉得美国的瀑布很了不起 可是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他们看到那个亚明山的瀑布 他们可以站在那边很久 我最近整理一些幻灯片 我的两个小孩子两个大孩子站在那边就看那个瀑布 哇好漂亮 那有时候看到那个瀑布 我就遇见神 那你怎么回答他 OK这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上帝在不在那里 有没有看到他 所以牵涉到很多很多问题 有人说真善美 你们就看见上帝 真善美从哪里来的 从魔鬼来的吗 应该不是 有人说生命 生命就是一个神迹 生命你能够呼吸 一次就是一个神迹 不觉得吗 你第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他哭 第一次看到他呼吸 我不是第一个我第三个孩子 甚至我才许可我可以进去跟我太太在一起 可是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孩子生下来 第一次哭 第一次呼吸 哇 哇 那是神迹 那不是神迹吗 你们不觉得 怎么没有反应 是 是 是 OK 所以说有人说 从文化 人的文化 莫扎特 难道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可能有莫扎特吗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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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 Volding the 以前我在大學的時候 托斯科尼尼那個指揮家 有人說他是音樂的大祭司 他是用他的指揮棒 讓我們能夠遇見上帝 舒伯特第九號 你覺得怎麼樣 舒伯特第九號 你知道嗎 舒伯特 so wonderful 這個沒有開嗎 它沒有開 OK 開一下 OK, never mind, never mind OK, it's OK You know, from just one I'll finish That's OK, now I'll check it 插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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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you heard that? 插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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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麼簡單的一個旋律 西調 插床 插床 从中ột西长起 插床 超簡單的 並 blur 他將做了六十分鐘教唄樂曲 插床 and it's all so beautiful and perfect 然後 все mucho和ặc的 都跟那個有關係 kaç 你知iksens 我聽的時候覺得 我就 遇到上帝的偉大的�大 wollte 理性 moved 你不覺得吧 你們感到不知道 OK 從歷史 從文化 從真三美 從歷史 歷史 有人說從歷史可以看見 歷史就可以遇見上帝 遇見上帝 有人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看希特勒 最後的結局 那就是上帝的作為 上有三報 後有惡報 不是不報是後味道 從歷史 就可以看見上帝的作為 其實聖經 也有一些類似這樣的話 有沒有 以撒爾書 亞述是我怒氣的棍 亞述也不認識神 亞述的皇帝 所以說 有人說從歷史可以看見上帝 從大自然 從科學 從藝術文化 從藝術文化 有人說從 我剛剛提到解放深學 有的人 我在 我記得我念深學院的時候 有一個深學家 叫Harvey Cox Harvey Cox Harvey Cox 是Harvard University 三學院的教授 Harvard 哈佛大學 他是進行會的牧師 他說 我們一直限制上帝 We limit God Limit God 到教會 在教會裡面才能夠 好像上帝在做事情 上帝在全世界上做很多很多事情 在南美 是這些人的生活 他們的政治制度 他們的經濟制度 他們的社會制度 很多很多事情 他說 我們基督徒應該 不要一直停留在教會裡面 一太大碗就唱詩 什麼唱詩 賭敬禱 祷告 我們應該出去到世界上 to discern what God is doing 上帝在做什麼 在世界上 然後就去跟他配合 OK 解放深學 所以就從這個開始就來 是演變出來的 但是你看 這個 OK 那難道 在南美洲 這些人 本來很窮很窮 沒有東西吃 現在就可以得到東西可以吃 可以有衣服穿 可以有房子住 可以有學校讀 難道 這個不是上帝做的 難道這個是魔鬼做的 好 你覺得 現在你們就開始點頭 OK 那你不要太快 OK 所以我說 這個從十六世紀已經開始有人問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是文藝復興運動 帶出來的 有些 他說上帝沒有那麼狹窄 所以說我在科學 在大自然 在歷史 在人生的經驗 在文學 在哲學 在經驗 裡面 我都可以遇到上帝 那為什麼我一定要信基督教 才能夠認識上帝 You see 那路德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什麼 OK 你們可能還沒有機會看這個英文 可是看這個中文 他的回答是什麼 這個上帝是不是無所不在 他肯定不肯定 他肯定 上帝是無所不在 這是上帝的世界嗎 OK 他很肯定 沒有問題 這是天父世界 沒有問題 這是他的世界 But 他說這個無所不在的上帝 他的無所不在是隱藏的 在 OK 隱藏的 他沒有錯 當你在 當你到亞密山去看那個瀑布的時候 你真的是看見上帝的座位 沒有問題 你到亞密山看雲海 你在很多很多世界 你看到 你真的是看到上帝的座位 他是無所不在 而且是他的世界 沒有錯 可是他說 這個是一個隱藏的上帝 OK 為什麼 他說 你要去認識這位隱藏的上帝 沒有那麼簡單 你如果你說你要從大自然去認識上帝 大自然不只有非常漂亮的瀑布 美好的雲海 大自然也有很可怕的地震 颱風 呃 飢荒 疾病 有很可怕的毒蛇 大自然也有很可怕的毒蛇 他一咬你 你就 沒有 你沒有走一百步就會死掉 知道嗎 台灣有這樣的蛇 所以他說 你如果要從大自然去認識神 你會發現 哦 你如果要從人的經驗 你要從歷史 你要從歷史去認識神的作為 不只世界的歷史 從你自己的歷史 不見得 的確 上帝是無所不在 但是你說三有三報 二有二報 也不見得 有的時候三有二報 二有三報 對不對 有的時候從 你說從歷史 從 從你自己的歷史 從你自己的經驗 有一些事情你就沒有辦法去了解 沒有辦法去了解 以前我們在台灣有一個很好的 非常好的童工 他也是我的學生在華盛 後來他去一部會 牧會了 做得非常好 他是一個很好的牧者 然後他教會也做得很好 然後他的兒子 他的第二個兒子 大概五歲的時候 他就腫瘤 腦瘤 然後他一直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不好 哇 他的教會的弟兄姊妹就 配命祷告 用各樣的方法祷告 進食祷告 差不多六個多月 孩子就死掉 你大概認識他 所以你說從歷史 不要說世界的歷史 從你自己個人的歷史 不見得 所以上帝是無所不在的上帝 沒有錯 大自然 歷史 真善美 人生的經驗 everything 他是無所不在 可是這位隱藏的上帝 他說你不要 你不要找這個隱藏的上帝 這個隱藏的上帝 會給你的問題比答案多 了解嗎 你還沒有去尋找他 以後你的問題比 你還沒有去尋找他 以前還更多 You see 所以他說這個沒有辦法去 所以OK 第一方面是我們怎麼認識神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 我們的神到底是什麼樣的神 是愛的神 他是愛的神 OK 上帝的愛沒有錯 他是愛的神 但是你怎麼知道 他是似而又非的神 還是什麼樣的神 格林多厚書 You see 他說你如果在他隱藏的地方 哲學 歷史 人生的經驗 大自然 什麼 邏輯 理性 anything 你去尋找這個神 你會 你只會困惑 你只會困惑 所以他說 他是無所不在 所以有人說 有人說你的上帝是 是不是無所不在 沒有問題 有時候 他說 有的人說 路德幾乎他講 有時候講上帝的無所不在 到一個程度 有人懷疑他有一點犯神論 你知道犯神論嗎 Pantheism 他有點犯神論 他說你如果知道一個種子 他說 有人說 我看一朵花 我看一朵花 我就看見上帝 OK 路德說 你不要看花 你看一個種子 你看一個種子 如果你真的知道一個種子 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會混倒 他說這個上帝就是充滿所有 我有一天 這個不是犯神論 但是就是充滿萬有 這個跟犯神論有很大的不一樣 知道 犯神論說這個桌子就是上帝 這個書也就是上帝 你我也是上帝的一個部分 這個是犯神論 Pantheism 可是這個充滿萬有 不是犯神論 但是路德也非常非常肯定 可是他說 他說他充滿萬有 可是他是隱藏在萬有裡面 他說你不要在他隱藏的地方去尋找他 如果你要尋找上帝 你只有一個辦法 你要到他決定顯現自己的地方去尋找他 了解 OK 他決定把自己顯現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我自己非常喜歡看到路德的一些 在聖誕節前後的一些講道 他在聖誕節的講道成說 The incarnation is so beautiful 他說如果你要尋找上帝 你不要到他隱藏的地方去尋找他 你要尋找上帝 你要到一個很小的一個國家 在中東 在地中海旁邊 一個小國家 裡面的一個小鄉村 小鄉村裡面的一個小旅館 三等旅館 四等旅館 後面的停車場 這個是我說的 路德沒有這樣說 但是說 就是到那個地方 你去找一個馬草 我看那個馬草裡面 這是上帝顯現自己的地方 他說 這個當然是給世人很大很大的挑戰 沒有人喜歡 沒有人喜歡接受 可是他說那個就是上帝 道成肉身 宇宙的主宰 變成一個小隱藏 那當然世界上的人 就沒有辦法接受 這太不邏輯 You see but you 他說 你不要到別的地方去尋找 他說 他能承認的 他可以承認只有在馬草 跟十字架上 可以找到上帝 別的地方 你即使知道 他是無所不在 可是知道也沒有用 知道也更不知道 還是 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了解嗎 所以說 那這個 他說 那這個是 所以他說 這個 他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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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老說我要停下來 他憐憫你們 他有憐憫人的心 他說你們太累了 而且他的袋子快用完了 OK OK 所以這個 這個題目 我想明天我還需要繼續講一些 但是我稍微先稍微問你說 這個 所以這是 從一個角度 他說 隱藏而顯現了上帝 OK 所以說上帝 對我們的 Revelation 對我們的歧視 OK 對我們的歧視 是在一個歷史上的人物 對不對 是這個耶穌 這是上帝的起誓 對不對 耶穌 OK 那 所以這個就是道成肉說 那這個 跟 其實在系統神學歷史裡面 也有好幾個不同的神學家 也講過類似一些觀念 有沒有 有沒有 嘉爾文 嘉爾文講一般起誓跟特殊起誓 有沒有聽過 你們在系統神學都知道 一般起誓跟特殊起誓 OK 哇他就非常非常肯定 OK 那麼還有一個阿奎納 知道阿奎納 阿奎納是 他不講一般其實跟特殊起誓 他講這個 nature and grace but nature 他講的nature不是大自然 他講的nature就是nature就是我們 我們人的能力 人的能力包括文化 邏輯 大自然 能夠了解 歷史 anything is all nature OK 他說 there's much revelation in nature and then grace OK 我想今天就 我們就講到這裡 OK 那明天我要從這裡開始說 這個 我說從福音神學 OK 從音信常義 OK 從好消息神學 OK 你可以了解 十字架神學非常好 可是你要了解 十字架是好消息 要不然 你講十字架也不一定是 OK 所以從好消息神學 而且你知道那個好消息是什麼 你知道那個好消息是什麼 去了解為什麼路得非常強調 這個隱藏而顯現的上帝 而他說我對哲學的上帝 我對邏輯的上帝 我對大自然的上帝 我對歷史的上帝 我對這些東西 我沒有什麼興趣 他說沒有用 這個隱藏了上帝 你如果在那個地方去尋找上帝 你尋找以後你出來的 你會比以前更困惑 OK 所以你要抓住耶穌 這個是上帝對我們的提示 OK 那這個跟迦尔文、慈禹、阿奎納的不一樣是什麼 OK 我就問你們這個問題 OK 你們回去回家想一想